前段时间居家 大家因为无聊 行为越来越奇怪 我对面楼的大爷 连续三天 站在阳台盯着我看 第四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换回了男装 我上学的时候 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 会想各种办法 有一次老师收作业 我同桌 站起来说 自己来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 把他作业本抢走了 我觉得他太笨了 连我都认不出来 有一段时间 我的邻居 是一个精神病 他住得离我很近 就在旁边的床位 他跟我说 他有透视眼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会隐身 我觉得独居女性 是一个社会问题 因为生活会很危险 我邻居 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 放在家门口 第二天就丢了 我挺难受的 我挺难受的 挤脚 我们继续啊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人卖唱 我看了很久 都没给钱 他唱完看着我 你能帮帮我吗 我帮他唱了一首 最后分享一个 我的研究成果 我发现男女的区别 可以在一些小事上 体现出来 比如女生 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 是拍照 男生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 是打水漂 之前 我约女生去西湖 她把手机给我 让我帮她拍照 我技术非常好 十年环到了对岸 被人奸走了 好在对方 也是一个男生 打了回来 但她技术没我好 三下就沉底了 所以 当时女生狠狠地瞪着我 我心想 天哪 还好我会隐身 我会什么 会隐身 讲完了 谢谢 他帮我 掌握 说 告诉我 忍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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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